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有这必要 我叫上九溪 我也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是 站我边上的 你们统一一下 要不就都拍 要不就都不拍 这回拍得够齐的了 谢谢大伙 这是玩笑话 是 一个小演员上九溪 不值一提 说完我的名字了 咱也说说边上这位老师 该我了 鸾云瓶 鸾老师 贺涵老师不值得我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我也咱们 别叫老师 咱不喜欢 小鸾 这比老师听着都舒服 你说要不上九溪就疯了 他管鸾云瓶叫小鸾 因为他下来了 刚才看饼哥已经拿着的那个 是 炫印的那个名片吧 这把给大伙已经打了一圈了 人家现在是什么 COO 他这鸾哥呢就下来了 不是 不是 不是我下去了 是烧兵上去了 你没下去啊 对 鸾哥 鸾哥 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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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什么都没发生啊 但是咱也不会欺负人 那确实是 这鸾哥每个人的关爱方式不太一样 这瞎话都是这么传出去 现在传就是我特别厉害 其实我根本也是很厉害 哥我可以往下说相声了吗 可以 谢谢 确实通过我们台上刚才的演绎 大伙看得出来 跟上班一样 有领导 有员工 包括今天来的各位都是上班的 都是白领 你看这小姑娘 这些office lady 穿的也洋气 每行每夜都不容易 对 有点闲暇的时光挤出来 我也知道很多人喜欢去旅旅游 玩去 我也不例外 你啊 当然了 我特别喜欢去旅行 好啊 尤其是喜欢到国外去 看看那个一锅风光 国外旅游 这就牵扯到了一个问题了 什么事呢 旅游说一个人去也太孤独 都想救个伴 好 我们单位确实人也不少 但是大家伙都很忙 那天我打听完了 找谁打算 月云鹏 最近啊 确实来说呢 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还真问着了 挺闲的 找人家问他有没有时间 找着小月 到人家去了 哟 我说月哥您在家呢 兄弟你来了 哪天 天哪得行 就过来了 什么事啊 找哥什么事啊 我说哥 那个 我想出去啊 去旅行 你有时间吗 咱俩一块出去 到国外旅旅游去 啊 旅游 我的天哪 这位没听过什么 走走走走走 哪凉快去哪 我说这个季节比较凉快的是北欧 咱们可不可以去冰岛啊 像挪威这一带 有冰啊 听不懂话呀 什么意思 我不去 滚蛋 呀 月哥很客气就把我请出去了 他不是想上凉快的地儿 他想让你上凉快的地儿玩去 是不是 就是压根不想跟我去 我一看月哥这儿没戏了 后来啊 说得也巧 我们有一剧场的经理 他那几天特别闲 我就说约着他 咱到一近点的 国外溜达溜达进 剧场经理 去了趟日本 当然大伙也对日本友的比较了解 对 美食特别的多 好啊 有特点的这个食物 大伙都吃过吧 有一个那个大米饭团上边爬一小鱼 我就爱吃那大米饭团上边爬小鱼 有的还爬小虾 有的爬这个牛舌头 有的还爬着这个什么小扇贝的 不带壳啊 不带壳都吃过吧 你别乐意 你笑话我干什么 他真不带壳 没笑壳不壳 那不就是寿司吗 你给他起个名字叫寿司啊 我没有这么大权利 他根本就叫寿司 也有那么叫的吧 到日本吃这个 人那个地方啊坐的是最地道的 哦 还说的穷家富路嘛 出去玩咱得舍花拳 对 到这一吃吃一顿啊 剩千块钱 贵 到这去之后 人说的这为什么做这大米饭团上边爬小鱼这么贵呢 嗯 主厨厉害 是怎么厉害 当地日本啊有一个老爷子 主厨 我当年去那会是97岁的高龄 好家伙了 这比寿司岁都大了 这 啊 岁数是特别大 大爷自己有一套说法 他怎么说呢 小伙子 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啊 不是说啊 说的在家啊 怎么说的多 一样天年 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在于工作 工作在于对于社会体现的自我价值 爱劳动 我觉得我这个人哪 有一天就在这儿给大伙做饭的时候 倒在这儿 是我人生最大的褒奖 我说 哎呦 您这觉悟太高了 大爷我得向您学习 我以后啊 我是说相声的 我向您学习 我以后就在舞台上说相声 我永远不退休 我争取我就死台上 这不应该鼓掌啊 不是这个也学呀 是我说向人学习吗 人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去世是褒奖 我说我就是死舞台不挺好的吗 有人想法和你们不一样 谁呀 跟我去的那个剧场经历 你死死外边去 你别死我剧场 你死了我后边还得演呢 人家不干了 当然来说和大爷聊天 确实觉得很投缘 老爷子说呀 咱俩这聊得来呀 算是忘年交 这么着啊 今年啊 别看我97了 大爷我高兴 咱们拜靶子 他97 你多的岁数 我32 你俩就等于是拜了一个干哥们 对对对 实来说呢 这个东西不分岁数大小 聊得投缘 确实感觉这种 惺惺相惜的感觉很好 好家伙 说完之后 拽过来一塌塌蜜 往上边一跪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来拜吧 拜呀 大爷你起来吧 我觉得这事我不太划算 你不一定能熬过这大爷去 谢谢你的美好祝福吧 后来我就去了一趟欧洲 好 很多啊 风景比较秀丽的国度 有时候景色最美的 大伙也知道 那边啊 有一个地方叫瑞士 瑞士好 滑雪的圣地 对不对 像什么滑冰的 对吧 还有像什么看冰灯的 冬涌的 还有什么雪地摩托 还有这个抽冰杆的 大伙都见过 你听这种话 抽冰杆的 不是这是去欧洲吗 您这是哈尔滨呢 您这是哈尔滨得设计色盟口 离这明白还差一步 快了 这一步不好往前卖呢 就这一步难死 另外离这不远的地方 就是法国 法国也去了 法国有最美的都市 法国巴黎 巴黎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 到了巴黎去 人家是购物的天堂 买东西 买了很多的奢侈品 那边买丰富的种类 包括各大品牌都有 我那天也是没少花钱 买完之后呢 到当地啊 有这么一个塞纳河河边 喝个下午茶 下午茶 当地也确实 美食也很丰富 对 当地红红绿绿 那个小点心 也很好吃 马英龙 在座的各位也都吃过 那个味道来说呢 像我们家 谁吃过呀 你就说你吃过 你别往下说啊 马英龙嘛 就两个小点心 一加一个 一加一个 那玩意儿 你没吃过呀 你真有意思 不是那不是这词啊 那不是马卡龙嘛 行吧行吧 就吃那个 马卡龙 马卡龙 就着我这巴黎水 吃挺好的 边上又过来 这么一个旅游大巴车 这叫窃旅游啊 内容它挺详实的 挺丰富 就是想乐 没机会乐 没弄好 没摆好 把上边吓了一人 晃晃当当走我跟前的 有大屁股 都在后边啊 啪就掏出一把枪来 顶着我脑子啊 freeze freeze don't move back off stupid 你先偷偷这儿 差点滑过去 不是你这是 我是骂贱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骂您 别让边上人散开了 就说那意思啊 你上边去 人对冲着我来的 拿枪指着我啊 hey little guy if you really want to run away i will use this gun shooting your hand and kick your ass come on gimme the money hand away the money hurry up gimme the money tickle it gimme money 这都是什么乱八道 这是 不用这么大张旗鼓的嘛 咱们啊 就就就不就是抢劫嘛 对不对 现金 我换了好多的欧元 都拿去啊 老实了 枪挪远点啊 这玩意儿走火啊 这兜还有啊 我妈这里还叫钢磅啊 哥 房间地儿 都给你 嗯 夹护照了 护照拿回来 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啊 这买的大牌大牌 把那马英龙也给的 我嘴鸡吃完了 哎呀 大牌 想给的 大牌就没拆掉牌 上上上 都能腿都给你 哎呀 别别开枪 别开枪 好 结果这位啊 可发了财了 把我的衣服啊 包括这衣服 脸巴脸巴 拿着我东西啊 扬长而去 全拿走了 马路对过呢 这时候过来一个 岁数特别大的老大爷 嗯嗯 一直这哥们儿 你把东西给人还回去 哎 他说话还真好使 哦 那哥们儿过来了 把所有东西 全都还给我了 我一看哎呦 这老大爷太有势力了 这是帮我解了围了 是啊 咱得过去跟人说说话呀 嗯 没等我张嘴呢 大爷是先说话了 他说什么了 小伙子 这事我是给你解决了 好 咱俩还有一事没解决呢 什么事呢 咱俩还没被靶子呢 各位兄弟 是 哦 对 我是